美国佛州惊传了枪响 有命男子闯进到了前公司开枪后 隐淡自尽 寒枪手一共是有六人丧命 而经过的调查 男子三年前曾经涉嫌殴打同事 那么在今年四月才被开除 也疑似工作纠纷愤而行雄 美国佛州奥兰多当地时间周一上午 惊传枪响 男子闯进一间休旅车配件公司 开枪后隐淡自尽 韩枪手共六人丧命 警方定调为职场暴力与恐攻无关 原警获报后到场发现 三男一女当场身亡 一人送医宣告不治 大多是头部遭枪击 另有七人逃过一劫 朝旧同事开枪的45岁退伍军人 三年前曾在公司涉嫌殴打同事 但没有被起诉 这次疑似也是工作纠纷酿货 同样在奥兰多 去年六月一名宣称效忠 伊斯兰国的美国公民 闯进同志夜店扫射 辖持人职 并与远警激烈交火 对峙三小时 凶贤当场遭击 含枪手共造成50人丧命 成为美国二四战后 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案 欢迎新闻综合报导